请你打开周报第二页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 叫做蒙昭与学相 蒙昭与学相 我信主以来 内心最挣扎的 跟这一段圣经有关 经过这一段圣经以后 我属灵的成长的道路上面 每一次碰到困难 我就感谢主 又回到这段圣经 把我再一次带到上帝的面前 很多时候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我基督徒的生命 会成长 可是好像不能一直维持成长 这段圣经跟这个有关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基督徒 他才信主两三年 他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 跟这段圣经有关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信主几十年 其实我也几十年 我四十几年了 因为我很年轻就信耶稣 有的时候还是落到那一个 好像不能解决的问题里面 跟这段圣经有关 所以我每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就不仅要向神献上感谢 从内心的深处向神 发出欢呼和敬拜 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叫做 蒙昭与学相 这是一个奇怪的题目 为什么说蒙昭与学相呢 请我们来读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十七到二十四节 我来先 我们一起先来读第一节好不好 因为这是一个key verse 是一个要节 那我们来读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昭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十七到二十四节 我读单数节 请弟兄姐妹读 双数节我们轮流把它读完 十七节保罗说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良心既然上尽 就放纵私欲贪行 种种的污秽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一开始我说到 我信主刚开始的时候 我内心有一些很强烈的挣扎 我做基督徒有一些难处 跟这个题目有关 我更多服事以后 就发现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我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我碰到绝大多数的基督徒 他们刚刚遇见主的时候 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是很喜乐的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觉得有很大的问题 跟这一段的圣经一样 就是因为他面临一个关卡 这个关卡没有度过去以前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 有很多不必要的难处 等到通过了这个关卡之后 我们就发觉 可以享受一段还不错的日子 跟主有美好的关系 跟人也渐渐地通起来 然后跟自己好像也通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又发觉又不是那么容易了 那问题为什么重复这样呢 在我的观察里面 许多的弟兄姐妹 许多的基督徒 之所以不能享受神给的这个恩典 而且一直保持享受这个恩典 是因为传道的人 没有把它讲清楚 传道的人没有把它讲清楚 我们这些传道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历 就不能够解开这个经文 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 所以我不懂 后来我就很仔细地发现 我自己的这个毛病 我自己的这个麻烦 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就仔细地 弄清楚之后呢 我开始传道了之后 我常常一直要求我自己 这一个真理要讲清楚 这个真理如果没有讲清楚 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 老是磕磕碰碰的 一下子就挡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下来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好像长起来了 到一段时间又停下来了 到底什么是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 我想我必须再把这整个的来源 说明清楚 我要花一半的时间讲来源 然后一半的时间讲解决之道 来源是什么呢 以夫所说在一到三章里面 讲到神很特别的恩典 就是神把我们选招出来 把我们从死的带到活的里面 可是我这几年发现 圣经里面说 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以我们已经到活的里面了 为什么还是死的呢 暗明是活的 就是其实你是活的 他说暗明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其实他是活的 他为什么说其实是死的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表现是死的 活的人怎么会表现像死的人呢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两件事 一个就在这第一节我们说的 保罗说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招行事为人 与蒙招的恩相称 这个蒙招的恩是什么呢 就是救恩 那么蒙招的恩相称有两个表现 请你看我们的讲义 有两个表现 一个就是我们成为合一的百姓 一个就是我们成为圣洁的百姓 我们蒙招之后有两个 有两个表现 一个我们是合一的百姓 一个是成为圣洁的百姓 当我们蒙受神的呼召 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之后 我们就第一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就是教会的里面 如果你有听我过去几次主日 在这里分享的以福所书四章 我有分享三次 一到十六节 你就明白这个真理 就是我们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我们有个合一性 我们进到他的身体里面 我们有一个分歧性 或者说多样性 那个合一性就是救恩 那个多样性或者分歧性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可是这些就造就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我们不仅在自己的教会 可以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当你不小心到别的教会去 或者你因为旅行 到别的教会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他们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我们在横的方面 就是在地域上面 在区域上面的不同教会里面 我们跟现在的弟兄姐妹 有来往 在重的时间轴上面 我们也跟早代的圣徒 是有来往的 你说怎么来往呢 他们对神的领受 可以传给我们 我们教会是没有每次都念 使徒信经 不过我们相信使徒信经 因为它是基督信仰的 三大信经之一 使徒信经大部分的教会 每个礼拜都念 我们教会没有念 不过我们接受的 其实里面有一句话说 我信圣徒相通 圣徒相通 不是说我的钱可以给你 你的钱可以给我而已 这个是最基本的 圣徒相通是我的 从神来的可以跟你一起享受 你的从神来的 可以跟我一起享受 这个不仅是我们横向的 在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教会 我们彼此相通 在重的时间轴上面 我们跟古代的圣徒相通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经验 也可以留给后代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跟他有所交通 跟他有所来往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本质上的改变 就是我们被呼召成为 合一的百姓 这是一节到十六节 第二个本质上跟地位上的改变 是当我们蒙召以后 我们就被分别出来 单单属于神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 单单属于神 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的会有关系 因为我们心里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一直留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没有被分别出来 我们的地位上已经分别出来了 可是我们的心没有被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一直被这个地上的东西牵扯 我们被这个世上的价值观所影响 我们一直在判断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 我的意思不是说是与非不重要 我不是 可是我们基督信仰真的不是在做 分辨是非的宗教 我们基督信仰是在追求死与活的生命 我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 我是死的还是活的 不是我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说对与错不重要 我只是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直在看对与错吗 他对还是我对 他错还是我错 这样比较好还那样比较好 不 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是在这样子的 这是地上的生命 天上的生命不是问这个的 天上的生命只问一个 就是我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是活的还是死的 你说我得救的那天就活了 对 暗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所以活与死才是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要点 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 他这样做对吗 而是当我看到这样事情的时候 我是活的吗 我是活的吗 我是跟神通的吗 我是跟人通的吗 当我们去劝别人 如果他真的做错了 而我真的是对的时候 当我去劝他的时候 我是站在我对他错的角度 还是我是活的 所以我要让他也享受这个活的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只是论是非的话 那就很容易处理问题 因为一拍两散 不是你对就是我对 不然你20%我80% 可是如果是死与活就没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活的东西都很难处理 对不对 是不是 活的东西很难处理 死的东西就好处理多了 你知道活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这个死与活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问题 当我们说我们与别人合一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当我们说我们是神圣洁百姓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是 什么就是神圣洁的百姓 是不是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好人了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是不是我们改掉很多坏毛病了 所以我们已经到了60分以上了 我们已经过了红线了 我们跟上帝说 我合格了 所以我到上帝面前 这里说不是 其实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因为我们不能合格 我们无法合格 我们不能达到标准 我们无法达到标准 其实不是的 是神说祂的恩典临到我们 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 不是我们的努力 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不仅令人高兴 而且可以很持久的 就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我们不是自己努力来的 我们不是自己努力来的 换句话说 神捐选我们 这样一个不好的人 不够好的人 污秽的人 肮脏的人 是神的工作 当祂这样做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好了 所以你知道 今天我们一直在看 是与非的时候 其实我们误解了 我们信仰的重点 我常常跟很多人说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一起会争执 我们在一起有看法的不同 我们有一些教会的走向 我们有一些教会的路线 我们有一些团契的经营 我们这些小组的工作 甚至不要说我们更大的 更大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 我们一定会有看法的不同 可是我常常说 就算我们全对 又不能使我们撑影 我们在那里高兴什么事呢 就算别人全错 他还有耶稣基督 你凭什么判断他呢 你知道当你很容易生气 当你很容易觉得 我对你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 你一直落在是与非里面 这就是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 我们很少在生命的里面 说我跟神同不通 弟兄姐妹 当你自以为有真理 而来判断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原谅我说 你跟神是不通的 跟神是不通的 你通的话你不会这样做事 怎么知道你不通呢 因为你表现出来证明你不通了 证明你不通了 不仅我们个人跟神 没有通的生命 那叫做活 我们跟人也不能通 那叫死 我们最严重的是 跟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 我最近一次不小心 发作了一个脾气 我已经很久没发脾气了 我一发作我就知道来不及了 我错了 但是下面一步 不是我错了怎么办 错了还有救恩嘛 对不对 而是怎么活过来 怎么活过来 怎么靠着主 怎么跟主有更通的一个关系 怎么我跟人和好起来 然后我自己里面怎么可以控制我自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神要得着我们的时候 祂是要给我们的是生命 祂不是要给我们的是对错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还在判断是这个对和那个对 我不能说这样子是一个全错 我只能说那没有抓到重点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生命一直的问题是 我是活的吗 我跟神是通的吗 我跟别人是来往的了吗 我问你如果只有别人对 祂才可以跟你来往 那我们的救恩就是白白了 就是没有了嘛 对不对 如果别人对祂才可以跟我来往 别人对我才理祂 别人对我才跟祂对话 别人对我才跟你合作 那上帝都不跟我们合作的 因为我们永远是错的 不要说以前是错的 现在是错的 我可以告诉你将来你还不会对呢 你永远不会对 你没有希望 因为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怎么样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都不可能满足上帝的一切 那既然祂跟我只有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就要给祂计较出来 那上帝跟我们差这么多 上帝要不要跟我们计较出来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本质 我们被分别出来就很重要了 因为不是我们做到的 是神做的 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做到的 如果我们做到了 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 今天不是我们做到的 是神做的 所以我们对于别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 这也不是我今天的重点 我们对自己怎么样 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我们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神帮我们分别出来属于祂 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过去的污秽 现在的污秽 未来的污秽 不能使神的圣洁受到任何的玷污 我们过去的污秽 现在的污秽 未来的污秽 不能使神的圣洁受到任何的玷污 即便我们信了之后 我们很让上帝丢脸 上帝仍然是完全的上帝 他不会因为我们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亏损 换句话说 神拣选我们这边一个不好的人 不够好的人 污秽的人 肮脏的人 让神丢脸的人 并不能使神的完全受到任何一点的影响 相反的 因着神拣选我们 我们就圣洁了 我们就圣洁了 我们就完全了 我们的生命就完整了 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事情上面 有一个很好的表达 那就是耶稣来的时候 祂生在哪里 生在马草里 我不知道你去过马厩没有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马场 或者你有没有看过马 那如果你碰过马 你就知道 马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好看 画出来的都比真的好看 电影拍的都是很好的 可是你一靠近马 马之臭啊 你简直不敢相信 马很臭的 特别那个马场 特别那个马厩 可是这一件事情 耶稣基督来 生下来的时候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去 祂就生在马槽里 耶稣不因为生在马槽 耶稣的圣洁受到影响 相反的那个马槽 不是我们在圣诞节快到了 看到的那个外面 那个可爱的马槽 那个都是没画过的 真正的马槽 是又脏 上面里面的不是干草 马槽里面从来没有干的草 都是湿的 都是臭的 都是马的口水 都是很不舒服的地方 是很阴暗的地方 是很潮湿的地方 是发霉的地方 耶稣基督不会因为这样受到任何的亏损 相反的 两千年来 世人都传颂 现在已经把马槽 变成又干 又漂亮 又温暖 有一道光照在上面了 因耶稣而被改变 亲爱的弟兄们 你我也是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们过去是错的 现在是错的 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别生气 你将来还是错的 耶稣不因为这样 被我们影响到 祂拣选我们 祂不会改变 祂是一个圣洁的神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曾经对一个大麻疯的病人 一个大麻疯的病人 跑到耶稣的面前来 说主啊 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我的问题是 耶稣不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他洁净了没有 洁净了没有 那为什么要摸他呢 耶稣为什么要摸他呢 是不是耶稣不摸他 他就不能洁净 是不是 不是 不摸他也洁净了 对不对 耶稣看他们的信心 就说小子 你的罪色了 也没有摸他 对不对 所以耶稣不必摸他 他就洁净了 可是耶稣为什么伸手摸他 说我肯 你洁净了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猜猜看 第一堂都有人敢猜 你们第二堂人还多呢 对不对 猜猜看 为什么 大麻风的人平常没有人敢摸他 所以耶稣摸他表示 愿意接纳他 是这样子 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还有没有 愿意接纳他 愿意爱他 让他觉得 因为没有人摸他了 所以一摸他 他就感觉到有触电的感觉 他觉得有人爱他 对 这是其中一个 更重要的事情是 耶稣这个动作改变 旧约几千年来的规定 因为大麻风是不可以摸的 任何摸到大麻风的人都怎么样 都不洁净了 大麻风坐过的椅子 你不可以坐 你坐了 你不洁净了 所以旧约的规矩是 不洁净的碰到洁净 洁净的就 不洁净了 耶稣基督来说不 从我来了以后改变了 不洁净的碰到洁净了 不洁净的就洁净了 洁净的不会因为不洁净而 这样明白吗 耶稣这个动作 不只表现爱 当然有爱 不只表现关怀 当然有关怀 如果我们从情感的这个角度 真的那一个 那一个人吓到了 你不要摸我 你都会洁净的 你都可以让我洁净的 可是耶稣摸他这件事情 不只是表示了爱 耶稣要跟他讲说 规则改变了 他也宣示 从今以后规则改变了 感谢主 不然像你我这么多的人 把耶稣都弄脏了 对不对 不会 耶稣不会 当他碰到我们的时候 他仍然是洁净的 我们不洁净 不能传染到他那边 反而我们被他洁净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以为是我们好 我们是个好人 我们比别人好 我们误会 因为中我们一生 我们一定要失望 我们还要跌倒 我们还要误会 我们还要肮脏 我们还要软弱 我们还要灰心 我们没有办法 那这件事情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靠自己 把这件事情改变掉 但是神拣选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耶稣也 上帝也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 圣洁的 这个经文不是说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们到我面前来 你需要先圣洁 不是 他说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属我的人 已经圣洁了 所以你不该再回去 罪恶当中打滚 他的意思不是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你来到我面前 要圣洁 这个我们做不到 但是耶稣却导过来 圣经却导过来说 因为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圣洁 是我们因为已经圣洁了 所以我们要保持在 圣洁的里面 你知道这个观念 跟我们所有的观念都不一样 如果你要考一个学校 你要qualified 如果你要到一个公司去 你要qualified 如果你要嫁一个人 娶一个人 就必须对方觉得你qualified 可是我们到上帝面前 我们不需要qualified 这上帝拣选我们就够了 那今天的问题是 上帝拣选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一直不改变怎么办呢 我们一直不改变怎么办呢 我们里面已经有这个地位 可是我们外面不改变怎么办呢 那今天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第四章其实 它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是第一节带动一到十六节 是我们是一个合一的百姓 第一节带动十七到二十四节 我们被呼召成为圣洁的百姓 当代主的仆人 John Stott 刚刚才过世没有多久 他说过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 我常常告诉我 我记得这句话 我常常念这个句子 我常常跟我自己说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 什么事呢 他说我们被呼召出来 成为合一的百姓 这件事情告诉我 别人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 这件事情告诉我 不在金钱上面 更多是在时间上面 不在是非上面 更多是在生命上面 我们被呼召出来 成为合一的百姓 合一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有的就要给我 因为那个是你的事情 是我有的 我应该给你 这是我的事情 我们被呼召出来成为一个百姓 第二句话 他说我们被呼召出来 成为圣洁的百姓 我们变成一个圣洁的百姓 我们变成一群圣洁的百姓 今天我要再讲 我是一个圣洁的百姓 我是神圣洁的器皿 我是这样的光景 就是四章的一节 跟十七到二十四节讲的 就是我们是个蒙招的人 我们蒙招有两个结果 一个我们跟别人是合一的 所以我们有互通的可能性 第二 我是圣洁的 或者我们是圣洁的 因为当我讲我们是圣洁的时候 我比较不喜欢去讲 别人是不是圣洁 因为这样 当他对的时候 我们感谢主 当他错的时候 我又判断他 当我对的时候 我感谢主 当我错的时候 我也判断我自己 我不去管别人 弟兄弟妹 我们今天晚上来 今天早上来管我们自己 到底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 第一 请你写下来 我们虽然蒙招 仍旧像 卫信主的光景 请你写下来 仍旧像卫信主的光景 我们虽然蒙招了 我们仍然有 我为信主光景的样子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信主几年了 我本来想今天要问一下 因为你知道我每次讲章 都很仔细的预备 问说 信主一年之内的请举手 五年之内的请举手 我后来想想 没用了 像我都四十几年了 我还是很多事情不能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觉得 你们基督徒说你们 是已经信耶稣了 你已经信了 然后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 说那基督徒已经本质上 地位上成为圣洁 为什么基督徒在生活上面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为并没有圣洁呢 你知道圣洁不是伦理而已 伦理是最基本的要求 圣洁是完全的意思 圣洁是百分之百的意思 对了 A比B可能好一点点在行为上 C比D可能心理上的状态好一点点 可是这个都不能叫做圣洁 不能叫圣洁 为什么到信主到现在 还没有圣洁呢 为什么到现在还仍然犯罪呢 还仍然软弱呢 好了不要讲那么远了 来就这样这几天就好了 这几天还有没有得罪人 没有啊 感谢主 你还有没有污秽不堪的想法 有没有 也不敢点头 也不敢摇头 对不对 点头怕别人看见 摇头又不诚实 所以干脆不动 这几天还有没有骄傲在里面 这几天心里还论不论断别人 这几天我们是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还有没有软弱 还是不是像以前一样就这样站得起来 或者我心里面是不是坚定 如果我们还这样 为什么圣经上可以说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圣洁的百姓呢 我再说一次圣洁不是伦理道德的问题 它是个完全的概念 如果你仔细去思想 你仔细去检查 你就会发现 那如果你没有发现我也没办法了 就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误会 很多的不解 而且是不能自我控制 我不是一个圣洁的百姓吗 我怎么可能这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取了 叫做蒙昭与学相 为什么说蒙昭与学相呢 因为蒙昭已经完成了 那么学相是我们的责任 蒙昭是神的工作 学相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再来读第四章的十七到十九节 好不好我们来读一遍的时候 你把它看清楚了 十七到十九节 预备请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贪行 贪行种种的污秽 这里说到我们蒙昭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提到的事情是 我们蒙昭我们还可以像 没有信主前的光景 什么就是可以像 没有信主的光景呢 因为这里说不要再像 不要再像就表示 至少这些受信的人 现在还像 所以保罗说不要再像了 就表示我们可以还像 这一方面给我们安慰 因为证明了 我们可能是一个得救的人 虽然我们外面 还有不对的行为 可是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我们信主多年可以还像 我们还可以像 一方面安慰我们 让我们这个得救的人 外面还有不对的时候呢 我们得安慰说 原来不是只有我们 以福所教会也这样 但倒过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几十年都像 没有信主的光景 你知道如果一个人 他信主之后 他地位一改变 他整个生命都改变了 没有人可以做地下基督徒 是不是 可是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做地下基督徒 什么叫地下基督徒 就是别人都不知道 我们是基督徒 如果我们一信主 我们就马上改变了 你的邻居立刻发现 你公司里面的同事 立刻发现 你的亲戚立刻发现 你一信耶稣 你就完全变了 因为思想变了 因为行为变了 可是没有变 没有变 没有变 甚至我们信主 很多年之后 本来都很不错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 我们就软弱了 然后我们就 我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或者我们就不再改变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 外表会有怎么样的状况 那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为信主前的光景 是什么呢 我们有三个表现 第一 外在的行为 我们像外邦人 或者说像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 他有一个结论 在第十九节的后面 他说良心既然上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所以我们的行为是 放纵私欲 贪行 污秽 你说我做基督徒有这样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再想想你有没有 你说那我哪里有贪的 我哪里有贪的 有啊 贪财 没有 至少贪吃 有没有 贪完 有没有 贪做 还有没有 贪色 贪气 你说我哪里有贪气 有啊 贪生气 很多人很会生气的 基督徒也不例外 怎么会这样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今的时代 我们看到许多行为上的污秽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 信主之后还有没有 有 贪行种种的污秽 可是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状况 我们不仅行为上有污秽 其实我们读刚才那段的圣经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不是只有行为上有 而这个行为上是有个原因的 那就是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什么呢 状态两个字写下来 我们外面的行为 都是你们内心状态出来的 那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状态呢 那个状态就是十八节 他说他们的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丧尽 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所以贪行种种的污秽 不过是个结果 它不过是个结果 它不是个外在的表现 而最主要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 其实这些外在不当的行为 都是从我们里面 心里面出来的 我们是贪行种种的污秽 是因为我们要让私欲满足 他说放纵私欲 这个放纵私欲的意思 不是我们放纵它 其实它的原来的句子是 向私欲投降 换句话说我们是输掉了 在心里面输掉了 我们心里面放纵了 我们心里面被打败了 这些外在的不当的行为 是心里面出来的 不仅是权也好 色也好 利也好 名也好 或者我们的怨恨 或者我们的抱怨 或者我们的自私 或者我们的假冒为善 或者我们的骄傲 或者我们想多得 或者我们的嫉妒 这里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 污秽的行为 是出于 我们向私欲投降的 那么私欲哪里来的呢 你读前面就知道了 保罗在这边说 一个人存虚妄的心 保罗不是在这里 堆砌很多的迟早 因为保罗在这边 是有顺序的告诉我们 他的情况是这样 第一是心里 自己无知心里刚硬 对不起 在17节 第一是存虚妄的心 第二就心地昏昧 第三就无知心里刚硬 第四良心就丧尽 第五才会向私欲投降 所以它是一个顺序的 换句话说 我们是存虚妄的心 然后心地就会昏昧 然后自己就会无知 心里刚硬 然后良心丧尽 就放动私欲 所以它是一个顺序来的 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 讲这个顺序呢 因为这个顺序怎么样来 就要怎么样退回去 如果我们不知道 它怎么来的 我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心是什么的心呢 我们的心是虚妄的心 什么叫虚妄的心呢 虚妄的心就是这个人的心 是空的 你知道基督教讲的空 跟佛教讲的空 不是一个空字 不是一个空字 意思是不一样的 基督教讲的心里面是空的 是指 不是指空无一物 其实佛教也不是讲空无一物 当我们讲空的时候 基督教讲空的时候 是里面没有真理的意思 当我们存虚妄的心 是指我们里面 是空的 是指我们里面没有真理 圣经上叫做虚空 就是没有真理叫做虚空 所以这里因为没有真理的缘故 我们就是空的 因为没有真理 我们的心是空的 你知道问题是 没有心可以是空的 它必须装东西 所以我们就 因为它是空的 所以你只好装别的东西 因为没有真理 所以装 你装了别的东西 塞满了之后 你再塞其他东西 你回过头来 你真理也装不进去了 因为这个缘故 它就有个顺序 它就变成无知 然后它就变成硬化 然后它就麻痹 然后它就没有感觉 然后良心就不能运作 良心不能运作 不能启动 不能有作用 然后 它就像施欲投降了 这是我们的心的状态 这个是指我们心里面 如果没有真理 我们就慢慢变硬 这个是讲到我们 还像外邦人的光景 换句话说有三个顺序 第一 它有外在的行为 第二 他有内心的问题 状态 第三 请你写下来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第十八节 十八节 它说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什么 隔绝了 它说他们就不是我们 它现在在讲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光景 就是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 或者现在有些人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 我们一直叫那些 没有信主的人 做我们的标准 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我不是替同性恋说话 我完全反对 同性恋 可是我们一直叫那些人 做我们的标准 你觉得呢 就好像我们跟他说 你不要骄傲 是一样的道理 你叫一个人怎么样不骄傲 你想想看 没有的人都要骄傲到死 有的人怎么能不骄傲呢 没有学位的人都能骄傲 有学位的人怎么能不骄傲呢 没有钱的人都能骄傲 有钱的人怎么不骄傲呢 丑的人都能够骄傲了 漂亮的人怎么能不骄傲呢 你叫他们不要骄傲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是从生命变成心 变成行为 然后你要控制他的行为 我在说我没有反对 我们去对于同性恋的事情做阻止 我只是说 我们可以尽力 但是你不要生气 因为他们不可能照我们所说的去做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是好好地把生命带给他们 你知道他们要信耶稣 当然是神的恩典 是神领导他不管 我们的表现呢 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能影响他吗 所以在这边 真正的原因是一个人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所以他又顺序出来了 从外面到里面 是因为我们有外在的行为 贪行无悔 我们内心的状态是虚妄的心 以至于我们向私欲投降 真正的原因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今天倒过来 今天倒过来 如果我们是与神的生命连结了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人 如果我们已经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人 那是指生命的问题 那个不是指行为的问题 那个是生命被神改变了 那个不是行为被神改变了 然后我们一拿到神的生命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立刻就想 所以我外面要做出来 我告诉你外面做不出来是有原因的 因为外面的行为并不取决于里面的生命 外面的行为是取决于我们中间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地方 我们一直搞 只有把生命跟行为 说生命跟行为 你忘了中间还有个心 那个生命必须透过心才会有行为 如果那个生命没有透过心 你把这个行为做出来 那个行为是虚的 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内心的表现而已 如果我们的内心有问题 那我告诉你 你有那个生命 你外面不会有那个行为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不要举手 我们当中有美国国籍的 不要举手 不过你自己知道 对不对 我没有说你不对 我现在只是问你 如果你有美国国籍 你算不算美国人 算吗 对不对 你不是算 你就是美国人 你是美国人 我一个朋友早上来参加聚会 他就回美国去了 他是生在台湾的 他长在台湾 然后工作在 后来他最后到美国去读书 读完就留在美国了 他现在有这个美国国籍 他昨天晚上住在我家 我把他叫到我家去住 住完了 他今天早上在那边听完第一堂讲道 他是个牧师 他就回美国了 那昨天晚上在我们家的时候 他要上网去把那个机票 那个check in 他在我们家住的时候 他手上有两本护照 一本是中华民国的护照 一本是美国的护照 他出关的时候 用中华民国护照出关 将来回台湾的时候 用中华民国的护照回台湾 可是他进美国的时候 用美国的护照进美国海关 那出美国海关的时候 用美国的护照 因为这样比较方便 对不对 所以他出国 回国 对美国人来说 他并不知道他去哪里 是不是 那来台湾也是这样 因为他有中华民国的护照 所以他进出就这样子 两本护照 他是两国国籍 这个台湾是可以的 在有些国家是不可以的 我现在在世界各地 大部分碰到的 都是中国大陆的人 因为他们人太多了 是我们五十倍 所以你平均每碰到 五十个华人里面 只有一个是台湾人 其他的四十九是中国人 难怪国父孙中山先生说 有人的人就赢了 对不对 我们这里人输掉了 我们这里人少 所以没办法 我碰到他们 他们只能有一个国籍 他们只能有一个国籍 这一个国籍呢 那我就问他说 你是哪国人 我常常问他 我从来没有问到 一个国家的人 他拥有法国籍 德国籍 瑞典籍 马来西亚籍 这个 印尼籍的中国人 我讲不讲台湾人 因为台湾可以两个国籍 所以没问题 对不对 的中国人说 我是什么人 他讲对的 我通常问他说 你是什么人 他就说我是中国人 有的时候我问他说 你是什么人 他就说 我是广东人 你问他你是什么人 他说我是内蒙的人 你问他什么人 他说我是西安的人 你问他说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我是法国人的 奇怪了 你法国籍都拿那么久了 你永远都不认为 你是法国人 你是哪国人呢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知道法国跟中国 如果开战的时候 按照国际公约 要先撤侨 对不对 还没有打以前 大家要撤侨 就是不要打到自己人 所以等一下 两天之后我们来打 要打得光明正大 如果你用IS这种打法的话 我就美国升空 俄罗斯升空 对不对 法国升空 炸完了 再回来再说 炸完了 国际公约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是打以前要先讲 那么中国大陆就派很多的飞机 到法国去 把中国人撤侨 法国人就派很多飞机 去到中国去 把法国人撤侨 那你要上飞机的时候 他唯一检查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长相 不是你的 语言 不是你的生活习惯 而是你的 护照 你说我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 我连法国话都不会讲 来这边住了三十年了 你还是法国人 对不起 请拿出你的护照来 你没有那个护照 你就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到了法国去 他永远没办法变成法国人吗 因为他按名是法国人 其实是中国人 我这次到印尼去 前四天去印尼 我去印尼 印尼是中国大陆的人 或者华人移民到那边 很多年 他们不是第一代 他们不是第二代 我那天碰到 很多是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 可是我问他 你是哪里人的时候 没有一个告诉我 我是印尼人 他一定告诉我 我是广东人 他告诉我 我是福建人 有的人告诉我 我是晋江的人 有的人告诉我 我是漳州的人 就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是印尼人 可是我跟他说 你有中国护照吗 没有 你有 你能证明你是广东人吗 我不能 那你是哪国人呢 我是中国人 你搞不清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心从来没有在那里过 弟兄姐妹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的心一直在地上 心的问题 心的问题 第二 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这是二十二节 跟二十四节说的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的 我读二十节 二十一节 你们读二十二节 二十四节 二十三节不念 二十二十一我念 二十二二十四你念 你们学的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马在我们教会讲到真是好 我叫你们不要念二十三节 大家真的都没有念二十三节 就跳过去了 你在很多地方 你叫他不要念二十三节 他照样念过去 因为他没有在听你讲什么 可见你们真的很仔细听的 但是你们没有做错 因为我不要二十三节 这里告诉我们 当一个基督徒 在本质上地位到 地位上相信并接受 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在这经文提到说 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并且穿上新人 如果从中文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你们要 可是这段圣经 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个意思 好像我们要努力的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不是 事实上圣经原来的意思是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是耶稣基督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是神脱去我们的旧人 穿上我们的新人 而且已经做完了 那你说这里看不出来 对 这里看不出来的原因也对 原因 他没有办法用一个时态表示 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知道中文的麻烦就是没有时态 没有时态 中国人凡是过去都说已经 对不对 问题 已经有好几个意思 已经是那次做完了 现在那个东西不在了 就是已经 已经也有可能 那个东西做了 现在还在也叫已经 对不对 可是有些语文 像希腊文这种地方 它可以表现得很清楚说 过去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现在结果还在 或者还继续在发生 一个是继续发生的行为 一个是那个行为已经停了 可是结果还在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中文完全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这边的意思是 过去已经做了的事情 我们现在继续做 过去已经做了 上帝已经完成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去做 所以起点不是我们做 起点是神已经做了 可是要我们现在继续做 起点是过去已经做了 做了什么呢 我们被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 那我们现在继续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继续做 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 你说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 因为这个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 有一个重要的经文 是二十三节 刚才我们没有念 没有念 怎么样现在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呢 过去是怎么样 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呢 过去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是 上帝做的一次的行为 然后让他延续 但我们需要做的 拖去救人 穿上新人 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做 神是在地位上面做 身份上面做 我们要在心里做 为什么这样 请看二十三节 我们来二十三节 预备 请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 好 二十三节你们念 我念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 我念到二十二节 念完了换你念的时候 你要念二十三节 然后我再念二十四节 二十二节说 就要拖去你们从前 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你看这圣经 我再稍微跟你解释一下 二十二节说 就要拖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然后后面这个这救人 是在说明斗点前面那个救人 所以他说 就要拖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然后解释救人 这救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二十四节 并且要穿上新人 然后这新人是在解释那个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把后面那个括弧的解释都拿掉 就变成 就要拖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并且穿上新人 对吧 然后那救人有一个解释 新人有一个解释 救人是什么呢 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新人有一个解释是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救人和新人中间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就是 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如果解开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生命 我们却没有这个行为呢 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 我们是个天国的子民 我们的心都在地上 天国子民该用的方式 我们没有用 天国子民该有的存心 我们没有存心 所以我们虽然有那个地位 我们一直没有享受那个生活 你去法国 大部分的中国人 还是吃中国餐的 其实那个中国餐 已经非常不中国了 可是他们还是中国餐 因为他们就不要吃法国餐 那我们台湾的人就说 怎么会这么笨呢 你到法国要吃法国餐吗 那是你想的 你到法国去的时候 你不会吃法国餐的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我假设你无限制的钱给你用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的胃 要吃这种咸度 而不是那种甜度 是这种油 不是那种油 听得懂吗 我们吃的是猪油 我们吃的是花生油 现在台湾油一点点 慢慢用橄榄油 对不对 我们用葵瓜子油 我们用什么 可是你到西方去 你到特别是欧洲去 你在意大利 在西班牙 他们通通是用橄榄油 你刚刚吃的时候 你不太习惯 有个味道跟我们感觉不太一样 久了以后你就会好一点点 可是我们不习惯改变 因为我们在我们 很熟悉的领域里面 我宁可吃吃那个 完全不像中国的中国菜 也不要去吃那个 完全法国的法国菜 因为跟我们的习惯不同 这里面牵涉新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一个缘故 旧人换新人最重要的 是请你写下来 新智改换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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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 他有了神的生命之后 他应该一年新事一年 这是正常现象 可是我们却五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我们却没有改变 或者我们第一年 有一些改变 然后第二年 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 第三年停在那边 第五年我们又有一点改变 你知道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不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 已经得着了 改变的是我们的心 所以什么时候 我们的心归向主 帕子就从脸上挪去了 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 我们就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其实新的生命 已经得着了 所以是新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上说 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 神说 刚才我一开始就提到 无论是法国 无论是印尼 那些印尼的华人很好笑 你知道吗 他们到现在还说什么呢 那些华纳 听得懂吗 说那些什么 华纳怎么翻译 就是落后的百姓 落后的民族 我就心想说 你在这边已经三代了 你早就是华纳 又说白人是华纳 因为他的心 没有要跟他们在一起 他的心一直认为 他是中国人 他是华人 我们的心到现在 为什么没有改变 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都还在地上 我们一直用人家 对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我们为什么不用圣经上告诉我们 神怎么对待人的方式 对待别人呢 人家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对人家不好 神说打左脸给右脸打 我们 跟我们原则不同 所以甜度跟我们的咸度不同 很难 可是这个要改变 这个要改变 我讲我十几年前 我现在到各地去吃饭 人家都问我 到哪个国家 他们就问我说 李长老 你想要吃什么 我们带你去吃 我一定跟他说 本地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最近有同工就跟我说 李长老 你实在是最好接待的 你是最好接待的人 最好接待的人 他说我们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你从来没有要求说 你要吃什么 我说因为我都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都一样吗 不是我本来的样子 我二十几年前 开始去做宣教工作 1999 95还96 还94我忘记了 那段时间我常常去泰国 常常去泰国 因为我们宣教是在泰国 我去那边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受不了的事情 泰国菜又酸又辣 对不对 那个酸酸到我们这里 都很不舒服 我就不知道 他要吃这么辣干什么 我就不懂 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他们有一种放着香茅的那种味道 对不对 如果你吃泰国菜 你就放香茅 马来西亚 印尼都一样 泰国菜 然后我去那边 他们就说 你来来来来 我们请你吃那个柠檬鱼 鱼就鱼 干嘛放柠檬呢 我就不懂 然后你到英国去 他们就要在那个红茶里面放奶 为什么要放奶呢 茶不就茶奶 不就奶吗 又放茶又放奶 还要放柠檬 这怎么吃呢 你知道我几次去了泰国 我就很生气 我说这怎么吃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到 泰国有几千万的人 有一天我看到他们在买那个小吃 然后他们就说 你当然来吃来吃 我们买了 我就吃不下去 因为我一闻那个味道 我就觉得不好吃 可是他们剥起来吃的时候 那个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说 怎么会有几千万人 都喜欢吃这一个味道呢 我突然有醒悟过来 我说这个是观念问题 这个是习惯问题 他喜欢吃这个酸度 一定有某种状况 所以我就调整我说 如果我是泰国人呢 如果我是泰国人呢 我突然就觉得 酸跟辣完全没问题了 因为我的心同到那里去的时候 我的生活习惯跟行为就改变了 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到各地方吃他们的菜 都是因为我的心改变了 我这次到印尼去 就前几天在印尼 他们弄什么菜 我都就说 这个什么东西 他们就跟我解释 我说在台湾都不是这样吃的 他说你要吃吗 甚至有些人比较客气 说你敢吃吗 我就试试看 试试看 然后我就吃 就觉得 有一种味道 可是我心里面先生说 这个味道不是我习惯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他们习惯的味道 他们在这边已经活了几十年了 他们在这边活了几百年了 他们可能活了上千年了 他们遗传下来就吃这个味道的 你知道我心里这样一转变之后 我就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问题在这边 我们是已经被托去救人 我们是已经穿上新人的人 我们应该将我们的 心智改换一新 当我们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们就变了 我们就变了 别人这样对我是他的事 我在这边讲过不知道多少遍 我怎么对别人是我的事 他怎么对我 或许他是照着神的心智 神的生命 他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可是我怎么对别人 一定要照着神的生命 因为我是属天国的人 如果我们在某一个国家 活了很多年 我们还不像那个国家的人 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改变 如果你要改变 一定要改变心 弟兄姐妹 生命是已经改变的 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 行为是心的结果 心是连在生命的上面 如果生命透过心有一个行为 我们可以用心来把生命 活在行为上面 也可以用心把行为 阻隔在生命的外面 求神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很重要 第一年重要 第五年重要 第十年重要 第四十年还是一样重要 因为什么时候你把心 真理拿掉 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跟你讲这个事情 你把真理拿掉 你就会塞满了东西 以后你就会麻痹 你就会麻木 良心就会丧尽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本来很好 后来变得不好呢 你知道吗 就是心的问题 生命没问题的 生命是基督的生命 生命是圣洁的生命 他在一摸说我肯你洁净了吧 我们立刻就洁净了 那今天还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行为有问题 是我们心的问题 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心智改换一新 让神充满在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有一点点时间祷告好不好 我们一起有一点点时间祷告 主啊你知道我们何等愿意亲近祢 你知道我们何等愿意 我们所得的生命能够表现在我们的行为当中 我们一直搞不清楚 我怎么可能有祢的生命 外面的行为还这样呢 有的时候我孩子很担心自己 是不是个得救的人 因为外面的行为完全看不出来 主啊但是我明明的相信了祢 我也知道祢的心在我里面发动 祢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祢给我安慰祢给我鼓励祢给我支持 并且我的良心好像有一点点活过来 可是好像有东西阻隔在我的里面 我搞不清楚状况 主啊我谢谢祢 因为祢告诉我们 祢已经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而且已经替我们穿上了新人 谢谢祢给我们这样子的地位 谢谢祢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 主啊谢谢祢给我们圣经 让我们知道原来这都在于我们的心 我们必须存乎一新 主啊 求祢让孩子的心归祢 让我在祢的里面 谢谢主 主 当我在祢的里面的时候 主 我不需要很努力的 主啊 我那个行为就突然变了 因为我的心向着祢 谢谢祢 谢谢祢 主啊 我再一次说祢的恩典够用 够我用 够我过去用 够我现在用 并且够我未来用 谢谢祢 谢谢祢 我向祢欣赏感恩 求祢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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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